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、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参与普查 全美新冠确诊人数接近57万,死亡2万3千多 随怀俄明州的加入,美国史上首次50州以及4个海外领地一起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美国部署2万9千多国民警卫队应对此一大流行病 劳工部估计4月失业人数超过2000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170个国家人均收入负成长 特朗普政府希望5月初解除居家令重启国家经济 州疫情峰值时间不同 洛杉矶线居家令至5月15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